陳偉業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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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拿個三個例子給你去看 但你真的要看怎樣增加勞網 否則的我們就癱瘓了 明年你又說我們還要多些工程 尤其是電力公司 第二件事就是我很讚揚你 所有的公共的合約就是擺上網 我想知道擺上網是每一個政府部門擺上網 還是你統籌所有就擺在你的辦公室 這個是一個好的例子 我希望你和這些同事就是涉及官員 都可以有樣作學 學一些好事 因為透明度高就會少了很多問題 透明度是關鍵的 避免貪污 避免濫用職權 透明度一定要出 所謂的個人的私隱 如果你認為一間公司有個人的私隱 不如你不要做政府工程 不要做政府的合約 因為現在全歐洲全部都擺上網 你起碼哪間公司作價多少錢 何時完成 何時開始供應 這些基本的資料一定要有在這裏 這樣才是公平公正的 第二件事我想跟司長說 就是關於究竟我們的土債是怎樣的 因為事實上 你來的時候已經承繼了土債的問題 在過程之中 你有沒有發現一些違規的東西 或者違法的東西 如果違法 你會不會通知檢察院 或者通知廉政公署 因為涉及貪污的問題 所以在交換 就是你所謂你和私人土地都要解決 現在你收回了土地 究竟你的出發是怎樣的呢 首先是 建基睛屋 寧屋 還是還債 還有還債之中究竟最後 我們欠人多多呢 為什麼會欠人呢 誰決定 這個一定要說出來的 誰決定 誰做這件事 需要承擔責任 剛剛線 也很認同私政議員講 關於平 LET 我希望局長都知道 因為 答案不只是說沒有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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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偉業議員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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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